好 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俄乌战争 乌克兰闪电的进攻俄罗斯库斯科 目前已经完全控制天然气枢纽苏甲镇 乌克兰宣布已经夺下俄罗斯 多达70个据点 而俄军开始派兵增援 但是援军半路就被拦截 一个一个变成俘虏 克里姆林公不但隐匿状况 还下令官媒不可以报道 乌克兰记者见证振奋人心的捷报 俄罗斯库斯科边境的苏甲镇 已经完全落入乌军的掌控 透过直击镜头还可以看到 路上都是俄军的坦克跟军车的残骸 但是苏甲镇的建筑物 几乎没有遭到战火的破坏 显见乌军并没有遭到太多的抵抗 库斯科的另外一座村庄 乌军士兵不是在装甲车内 而是路面行军 可能也是评估 俄军并没有能力偷袭 原来俄军的增援部队 整车人马早就在半路上 被乌军俘虏 乌军还不忘感化教育 要俄军拿乌克兰的国旗拍照 库斯科快变成小乌克兰 乌军闪电跨境作战 进入第九天还在推进 宣称夺下超过70个定居点 华府智库的最新战报 乌军占领苏甲镇之后 一股部队往北穿越了丘陵县 最深入的乌军则是南边的攻势 迅速逼近名叫Gary的城镇 西北边的攻势则是跟俄军在争夺一座小镇的控制权 上中下三路似乎都已经绕过俄军的主力 取得突破 施土越来越多 当然俄罗斯军方的战报报喜不报忧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se meanwhile releasing this video saying that its jets are striking Ukrainian targets in the Kursk region so they are trying to look like they're really pushing back here taking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but of course if you read the accounts the more unvarnished accounts of Russia's military bloggers it's clear Ukraine is still on the attack in a number of locations 俄国总统普京前一天还在抢乌克兰 隔一天又只字未提 仿佛穿过水无痕 上行下校 俄国官员的心态更是鸵鸟到底 叫官媒不要报导库斯科的战况 连勤制单位跟军方的疏失 现在也都不追究 另外一种可能或许普京根本没在怕 英国的金融时报独家取得俄军的机密文件 原来俄军早就在受训准备用核武打击西欧 远到法国跟英国都是假想的目标 难道乌军真的一脚踩在核战的红线之上吗 美国在台面上也没有劝阻乌克兰 乌克兰也说不是要并吞库斯科 而是以战逼合 言下之意乌克兰的和谈条件 就是要用库斯科换回被占领的固有领土 但是泽伦斯基手上的筹码不包括时间 而且华尔街日报还报道 俄军的主力已经从乌克兰战场逐渐抽调回防 按照俄军保守的战术惯例 可能等集结完之后再一波反击 乌军若是要扩大齐齐的战果 时间不多了 TV陈总报道 而伊朗预告近期要对以色列报复攻击 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了 还是没有行动 今天又释出战缓攻打以色列的条件 就是加萨停火达成协议 不过伊朗革命卫队依旧透过军演 药物养威 正当全球担忧伊朗很快对以色列报复攻击时 以色列地下大臣台拉维夫传来巨响 原来是哈马斯朝以色列发射两枚火箭弹 不过这两枚都没有成功落到以国境内 所以没有响起空袭警报 以色列在加萨的行动也没有受到影响 以军继续在拉法寻找哈马斯踪击 中俄还扩大空袭加萨中部的迪尔巴拉 结果波及无辜平民 造成一对出生才三天的龙凤胎丧命 这对龙凤胎的爸爸 当时才刚报完户口 结果接到二号 就连妻子也一病天人永格 几小时前龙凤胎担任药剂师的妈妈 还开心在脸书写下祝福 不料还是难逃悲惨命运 每个发射器前都放上一名死亡的 伊朗革命卫队成员照 伊朗9号起展开围棋五天军演 大秀军事肌肉 影片还宣称握有高爆弹头 难以侦测的新型巡异飞弹 毕竟伊朗还等着帮上月底 遇刺身亡的哈马斯领袖 哈尼亚报仇 不过以色列说已经全面戒备 美国也将核动力潜舰 乔治亚号部署中东 林肯奥航空母舰战斗群 则加速前往该区 以防区域冲突扩大 今年4月伊朗和以色列之间 旧层情势升温 4月1号以色列攻击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造成16人死亡 伊朗随后在4月13号报复攻击 动用上百架无人机 害弹道飞弹 锁定以色列领土 不过飞弹大多遭铁穹系统拦截 之后战场回到加萨 敏感时间 美国批准对以色列新一批 超过200亿美元的军设 包含50架F-15战斗机 和多款弹药 同时周四也重启加萨停火的谈判 但专家认为弹诚几率恐怕不高 以色列方面明显不想停火地 国安部长班级维尔 他13号突然现身东耶路撒冷的 艾萨格清真寺 并率领数千犹太人祈祷 直接触犯犹太人不得在这个宗教敏感区域 祈祷的禁令引发谴责 随着中东区域冲突有扩大的危机 国际油价已经连续五天上涨 周三才开始回跌 黄金价格也持续走高 周三晚间来到每盎司2472美元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重申不希望局势升温 但此刻不止以色列继续加强 青角哈马斯据点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 也继续交火 而伊朗撑腰的 叶门叛军胡赛组织 最新传出强行关闭 联合国机构办公室 没收车辆资金和文件等 中东的情势还是充满不确定性 给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